给宫女发明开裆裤 让狗上早朝 你敢相信这两件荒唐事全是汉陵帝一人所为吗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好色又昏庸的皇帝 要说这古代的皇位传承无非就两条路 要么个人实力过硬 要么有个霸气外露的老爹 然而汉陵帝刘宏这个奇葩却硬生生的走出了第三条路 什么呢 简 没错 他这个皇帝的位置可以说就是捡来的 那时候傀儡皇帝刘智突然驾崩 皇权不得已才落到了斗士的手中 而这个女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为了掌权便将十岁的刘宏推上了皇位 到这儿官幻们不愿意了 于是双方一言不合便开始了内斗 就这样刘宏彻底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以至于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样才有了接下来发生的荒唐事儿 那个时候的他嫌弃嫔妃们穿的太多 灵性起来不方便 于是脑子一热下了一道圣旨 但凡年龄在14到18岁之间的嫔妃以及宫女 通通不许穿裙子 穿什么呢 开裆裤 尽管那时候许多人对此都表示了反对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人家刘宏根本就不管这些 她的心思全都放在了如何让自己更舒服的问题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 刘宏亲手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诗级记录 说出来都没有人敢信 这祸竟然能在半个月的时间内灵性上百名宫女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还有更夸张的呢 咱也不知道刘宏是怎么想的 身为一国之君的他虽然是个傀儡 可好歹也得要点脸面吧 可他偏不 只要我刘宏看上的女人 不管你是有夫之妇也好 还是街边要饭的也罢 统统略到宫里慢慢享用 为此呢 刘宏还特意建造了一座游泳池 来收纳这群女子 故事讲到这儿啊 咱们着重聊一下这个泳池 说是用来避暑的地方 其实啊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分明呢 就是一个皇帝专属的妓院罢了 而且呢 跟泳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更像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私人花园 更让人无法直视的是 这里的女子呢 在刘宏的淫威下呢 就连一块折袖布都不敢挂 谁让人家汉灵帝嫌麻烦呢 可话说回来啊 皇帝都讲究雨露均毡 像刘宏这样的人呢 定然不会缺女人 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这里啊 咱就得提到一则典故了 啥呢 羊车旺姓 这刘宏呢 跟司马炎一样 他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呢 也会坐着羊车到处溜达 等羊什么时候走累的停下了 刘宏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除此之外呢 这汉灵帝啊 还格外喜欢驴车 他那时候呢 就常常骑着一头白色的毛驴在宫里溜达 时间一长呢 其他人呢 也开始纷纷效仿了起来 以至于啊 后来市面上驴的价格 甚至比马还要贵 甚至呢 还会出现了一驴难求的情况 那么他还做什么不可理喻的事呢 世人皆知啊 东汉时期绝对呢 谈不上富裕 这一点在汉灵帝执政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 那么他又是如何应对此事的呢 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 就两个字 卖官 是的 你没听错啊 那时候的官位不是考来的 而是花钱买来的 不夸张的说啊 只要给钱给到位了 汉灵帝这个皇帝的位置都可以让出来 然而啊 有句老话说的好啊 这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些花钱买官的人怎么可能不趁此机会大肆敛财呢 结果呢 百姓们的头上落下了一堆又一堆的税收条令 赶上丰收的时候 日子紧紧巴巴倒也能过下去 但要是碰上饥荒了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 什么呢 死 也正是因为如此啊 东汉末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农民起义 像咱们熟知的黄金军便是那一时期反抗压迫的代表 只可惜呢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呢 最终被无情的镇压了 但他的出现却为后来东汉的灭亡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反观汉林帝这边 此时的他呢 仍旧是那副醉生梦死的样子 直到时间呢 来到公元187年 他终于醒了 但此时的东汉呢 已经被糟蹋的不成样子 尽管呢 刘虹极力挽救 可大煞将轻 又岂是他一人可以抗衡的 最终 汉林帝带着满满的遗憾与后悔 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对于这个皇帝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